其实按照徐扬最初的本意 他是打算带着荣耀战队麾下的所有人 也包括各自的随从们一起登陆魔龙岛的 可是当他这一次 这次王岛之行真正的见识到 吴近海第一霸主金刚巨无霸的整体实力之后 徐扬果断改变了自己的心意 为了确保自己麾下这些成员们的绝对安全 他果断放弃了之前的计划 而是将这些实力还没有达到子级 或者是触碰子级门槛这些麾下成员们 全部留在了骷髅王岛之中 这样才能最大程度的确保他们的安全 事实上 虽说这些人的综合实力还远远没有达到 能够威胁到徐扬的程度 可是却超出了他原本对这片领域当中 顶级强者实力的上限评估 毫无疑问 金刚巨无霸的综合实力 是超过徐扬最初的估算的 也从他的实力上侧面证明了 魔龙岛上的那个魔龙实力究竟有多么恐怖 这期间 徐扬也和金刚交流过魔龙的实力 而金刚只给出徐扬一个字的回应 那就是强 能够从他口中这般斩钉截铁的听到这一种回答 徐扬也就没有多问 他心里面已经对魔龙的综合实力 有了大概的预想和判断 而他判断的结果便是 自己以下的人甚至是连登陆岛屿的可能都不会有 哪怕只是临近魔龙岛周围 对方只要释放出一道足够强大的灵魂印记 就能够瞬间粉碎他们的灵魂本源 那样的强度即便是徐扬拥有天使领域 恐怕也只能庇护他们一时 而没有办法时时刻刻的保护他们 完好无损 更何况 如果只能靠徐扬一个人来保护他们的安全的话 那么这些人只能够成为徐扬的累赘 而徐扬自己很难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掌控局面 给他征服魔龙岛也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危险加持 因此思量了半赏后 徐扬终于做出了这个决定 好在团队当中每一个人 都能够充分的理解徐扬 做出这样安排的初衷 大家也都很清楚 徐扬也是担心他们的安危才会这样做 也就并没有过分的抱有更贪婪的念头 所有人都明白 只要抱着徐扬这条大腿 哪怕就算让他们离开吴近海领域 将来这些人也必定能够成为 横扫整个盈州大陆的决定性存在 正如徐扬的座右鸣一样 人生永远不只是某一场战役的胜利 而是在做出无数次选择 进行无数天的积累之后 得到一个相应的成果 而真正值得人珍惜的 却是追逐成果的过程 虽然这一次 徐扬让大家暂时放弃了 魔龙岛这一莫大的机缘 却也为他们所有人明确了 下一步需要努力的方向 在徐扬的叮嘱之下 所有人都明白了 想要追逐这个神一样的存在 继续征服大陆 必须要尽快提升自己的实力 否则的话 他们甚至连追随徐扬的资格 都不会再有了 比如岛上刚刚被徐扬 所征服的这些人当中 有不少都已经达到了 蓝级后期 甚至是蓝级巅峰的实力等级 可那又如何呢 在徐扬的面前 他们甚至连做他的 跟班的资格都没有 在安排好骷髅王岛上的一切事情之后 徐扬终于带领核心团队 登陆黑色珍珠号 作别漩涡五郎等人 大家一起来到骷髅王岛的岸边 护送徐扬团队 黑色珍珠号的身影 再次驶入了茫茫大海之中 这一次他们的目标十分明确 直奔魔龙岛 再没有任何无尽海上的势力 成为他们的阻碍 一路上的通行也相当的顺畅 只不过越是靠近 魔龙岛中央核心区域 众人感觉到的灵魂压力 也就在不断增大 因为魔龙岛上的魔龙 已经能够强大到光凭自己的气息 就能够间接地影响 周围海浪的波动形态 即便是黑色珍珠号 在愈发靠近魔龙岛的时候 行动速度尽可能地缓慢了下来 徐扬等人很快就发现 这海岛核心区域 附近周围的海浪奔腾的形态 竟然都和无尽海 其他领域的海浪截然不同 不是那种一浪叠加一浪的形式 而是时而风平浪静 时而波涛汹涌 如同一个掌控海洋的神明 笼罩在这附近海域上空 喜怒无常是他最明显的性格特点 似乎任何胆敢侵犯着区域的存在 随时都有可能在他的一丝灵魂震颤之下 陷入颠覆 我的天哪 难怪这摩龙岛会被整个营州大陆 封为传说一样的禁地 这地方真不是随便什么人就能够来的呀 现在的我时时刻刻都能感觉到 体内气血翻涌的躁动 若非是和你们这家伙在一起 光好我一个人的实力 恐怕这辈子也很难抵达摩龙岛的中心了 古格拉斯忍不住感慨了一波 值得庆幸的是 这些人现在有徐扬的庇护 自然能够开创属于他们的历史 登陆摩龙岛有徐扬 那自然是势在必行的基本任务 转眼又是五天的时间 黑色珍珠号虽然一路上并没有遇到什么强大的阻碍 可是徐扬等人很快发现 这黑色珍珠号上面的自带雷达 似乎失去了作用 按照这上面的导航行驶 船只一直在同一个维度不停地乱转圈 而没有办法直达摩龙岛的中心方向 这一点确实让徐扬等人感到十分的困惑 无奈之下 徐扬临时开启鬼谷奇门大阵 想要借助鬼谷奇门之法来锁定前进的方位 确实没想到这大阵刚刚开启没多久 强大的阵法气息 便吸引到了周围海域深处 不少顶级的海中生物们围观 极短的时间内 整个黑色珍珠号周围竟然凝聚过来 成千上万的顶级海中生物 女妖王虽然也和漩涡五郎他们 一起留在了骷髅王岛上 但她的沧海无极主神器 却是有归还给了徐扬 因此 徐扬亲自操控沧海无极神器 对周围的这些海中顶级生物们 尝试进行了一番交流 这才让徐扬意识到 之所以黑色珍珠号会突然间 吸引到那么多海中顶级生物们的靠近 归根结底 还是因为黑色上那颗 无比巨大的零石 对外弥散了出去 只不过这个原因 却是引起了普朗西斯夫妇的诧异 感谢您的词